你喜欢摩洛哥的什么一段时间 摩洛哥的生活很纯普 哈哈哈哈 就是起床拍戏说工睡觉 起床拍戏,然后说工回去睡觉,然后我们 我们还要吃饭 当地的鸡肉,我不太熟 要吃的是什么呀 不是吃的很好吃,因为摩洛哥 他们所有菜做法都是一种塔兴坡的 他们所有的菜都是一种肉的 我们吃了大概 两个肉就真的受不了 然后我们开始自己搞我们自己的小厨房 每天自己烧菜 然后大家不同的人又会做不同菜做 做到最后我发现,哎,电视剧拍戏 好像 厨一点 厨一点 对,刚刚我小时 哈哈哈哈 是,然后我当天 当时的天使叫六点 然后 做运差很大 我们早晨平时,有时候 15点早晨,4点多钟出去的时候 我们要去衣服 到了现场 我们拍了成事 最后太阳出来的目标 半个月 因为他们做运差 他能有二十多 对吧 能有二十多 所以当地是过这个天 大概就是 这边再来讲 其实在刚才很多这样的发誓当中 我们拍摄